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麵糊倒進烤盤 上下翻轉一下 沒多久雞蛋糕就出爐了 而且形狀真的是烤雞蛋糕 仔細一看 這形狀跟烤雞還真的一模一樣 尤其那四肢胖嘟嘟的雞腿 光看到就好療癒 業者才一推出 每天可以賣掉三百多份 還滿脆的 我的家庭 除了烤雞造型的雞蛋糕 台中還有這家香蕉雞蛋糕也很夯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賣完了 真的沒聽錯 現場每天只賣四十盒 一開店不用半小時 就會被搶光 預定排單已經到兩個月後 還有人遠從台北下來買 一定要先打電話過來 不然真的沒東西 口感很好 也不會太甜也不會太膩 你吃得到食物本身的果 您的感覺 早上五點 要烤到下午五點 十二個小時 火回去還要煮內餡 研發這香蕉雞蛋糕的人是他 許老闆 特地選用有機水果 強調純天然手工 烤模做成像香蕉一樣的半月形 研發了三個月 才找出好吃的秘訣 水果的水分 封鎖 用上下三百度 把它封鎖到蛋糕裡頭 溫度要控制好 食材也不馬虎 一個月光是香蕉雞蛋糕 可以賣掉六萬條 數字實在很嚇人 傳統雞蛋糕 不只外形要特別 內餡口味更得別出心裁 小新聞 卻讓方品牌中 裁縫報導 謝謝大家